健康的膝关节 让我们平常可以自在活动和执行日常动作 而关节内的软骨像是软垫一样 吸收体重和活动带来的冲击 当软骨磨损 关节疼痛肿胀 就是退化性膝关节炎 虽然症状发生得很慢 但它会逐渐恶化 严重影响生活 只能透过适当的控制 减缓症状 减缓的方式有 药物治疗 冰敷热敷 腹肩运动 各种腐具 若疼痛已无法由上述方法缓解 就可以考虑用人工膝关节致患手术来做治疗 手术分为全人工膝关节致患 和部分致患两种 医生在移除受损软骨后 会使用人工材质来取代 手术后配合复健增加肌力与活动角度 很快就可以自在活动了 手术后疼痛会明显改善 追踪多年 有超过八成的人对手术感到满意 执行这项手术需要全身或半身麻醉 医生会评估您的健康状况 手术后短期会感到伤口疼痛 需短期住院 当然任何手术都有潜在的风险 也有可能发生并发症 例如引发血栓 感染 膝关节不稳定 伤口愈合不良 膝关节活动角度不佳 不过 对健康的人来说 发生并发症的状况 并不常见 不接受手术 可避免手术产生的风险 但药物治疗也可能带来恶心 呕吐 胃溃疡 影响肝肾功能等其他副作用 若脱太久才接受手术 效果可能大幅下降 在考虑是否进行手术前 除了以上医学考量 您还可以想一想 自己有什么在意的环节和需求 在与医生共同讨论 治疗方式哦